谈论不同剧情看尽人生百态 大家好 欢迎来到女汉子说电影 俗话说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可总有些人就是很胆小 怕这怕那的 今天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一部 胆怯难失去痛觉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的搞笑电影 小夕是一个业务员 可她的胆子小得可怜 不仅一条狗能骑在她身上拉屎 就连一点噪音都能把她吓得屁滚尿流 这导致她每个月的业绩都在垫底 这天老大给她下达了死任务 如果还是完成不了就要下岗 着急的小夕慌忙的就敲开了一间房门 没想到里面出来一位强壮的光头男 小夕本想逃走 但还是被拉了回来 原来他们是黑帮组织的成员 老大最近总未有人躲着她的事情犯愁 看到小夕这样怕她更是生气 还直接把一根烟头丢进了小弟的手中 却不想这直接把小夕吓得打了个喷嚏 更没有想到的是 鼻涕全都跑到了老大的脸上 小夕吓得拔腿就跑 还好她够幸运才能逃过追捕 晚上她和女友小美一起吃饭 在小美的心中 小夕虽然胆小 可她很善良 而小夕也想利用这次机会向小美求婚 可话还没有说出口 一颗流星从听而讲 小夕立马许愿让自己变得不再胆小 被这件事情打扰后 小夕就忘记了求婚 隔天她去上班的时候 被黑帮的小弟给围堵了 却不想一通拳打脚踢后 小夕竟发现自己感觉不到疼痛了 于是就认为是昨晚许下的心愿成真了 高兴的她徒手接住了小弟的刀 看着疯狂的小夕 两人吓得八腿就跑 不过小夕虽然感觉不到疼痛 可伤口还是要包扎的 当她从医院出来后 老大就找到了她 她很欣赏小夕这近似自虐的行为 于是招募她加入自己的团伙 之后小夕就开始用酒瓶砸头 用刀割舌头 用工具夹头来帮老大要债 而她得到的报酬也是很丰厚的 有了自信的小夕拿出戒指 向小美求婚成功 但这种生活也让小夕 失去了原本的善良和懦弱 她变得自大而凶残 就连小美也不再温柔 这一天 她在帮老大要账的时候 竟被人给捅伤 而她没有打麻药 就把手术给做了 小弟们夸她是金刚不坏之身 这可把她高兴坏了 晚上她在和小美约会的时候 竟为了一点小事 大发脾气 小美此时才发现 她不仅失去了自己的痛觉 还失去了对别人的痛觉 于是就提出了分手 但小夕并没有因此而忏悔 就在她大口吃饭的时候 突然口吐鲜血 之后就被送到了医院 经过一番检查 医生说 小夕的脑袋中长了一个肿瘤 因此感觉不到疼痛 不过现在肿瘤正在消失 她的痛觉很快就会回来的 小夕还没有弄懂是怎么回事 身体就一阵抽搐 原来她之前的痛觉 也会全部叠加在一起 感受着一次次不同程度的疼痛 小夕哈在地上无法忍受 可当她想到自己做手术 没打麻药后 整个人心如死灰 看到这里 我想到了一段话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虽然不是现在 但也一定不会太远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 在感觉不到痛觉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呢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